那我们一起来认识这六种玩具车吧 第一辆呢 像个卡车 它上面装的呢 是三种颜色的垃圾桶 绿色 蓝色和黄色 再来看一看第二辆 第二辆呢 是一个吊车工程车 上面还有迪士尼的图像 再来看一看这一个 长长的一个油桶 里面肯定是装油的 对不对 所以呢 这辆车是油罐车 油罐运输车 再来看看下一辆 这一辆呢 是乡市货车 也是运输车 那它主要是运什么的呢 看看上面的图 是用来运输水果 是用来运输水果蔬菜的 这一车子里面呢 是水果 这个篮子里面呢 是蔬菜 水果蔬菜运输车 它的车门呢 是在后面的 是乡市货车 我们来看一看这辆绿色的 这是一辆什么车子呢 白色的车头 绿色的车厢 其实这辆车子我们经常能看到 对不对 就是一辆运送垃圾的车子 垃圾车 压缩式垃圾车 看看最后一辆 这是一辆什么车呢 三轮车 它有三个轮子 后面呢 还有一个密闭的 箱式空间 那这里面是装什么呢 是装快递的 这个呢 是快递三轮车 看看我们今天介绍的车子呢 有垃圾车 运输车 工程车 和快递车 感谢收看 拜拜